而接著呢我們要轉換一下焦點 帶大家來關注另外一個 現在在台灣討論話題也非常高的節目 它是號稱通靈之戰的這個台版的 靈能的競賽節目叫做靈能的挑戰 傑宇你有看這個節目嗎 沒有沒看過 其實我也沒有看 可是他最近呢在網路上話題蠻多的 那他是由這個百萬網紅 JOMEN他跟電視台合作推出的 播出到現在呢話題非常的滿 那在節目當中呢有一位參賽者 他叫做神采菲 他就被眼尖網友起底了 哇他曾經是swag的直播主 而且好身材也掀起外界熱議 神采菲擁有H罩杯的傲人身材 在社群時常放送性感照 家族具有命理熟生世家 有醉凶靈雪女神的稱號 而近日他錄製靈能的挑戰 人氣翻掌 沒有想到被起底 他本身就是擁有55萬訂閱YouTube頻道 響入菲菲的網紅 而他也曾經是知名直播平台 swag的直播主 曾經在影片中大膽的扮演女僕 女警等角色 付費解鎖之後 甚至還有顯些露點的性感揚言影片 而神采菲在YouTube頻道中大膽敢露 曾經以胸前兩塊布遮住兩點的大膽穿著 前往果菜市場採買 也有只穿著比基尼大膽更衣的影片 相當吸引目光 對比他在節目當中專業的姿態 判若兩人 另外則香香的新聞呢 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藝人瑤瑤郭書瑤 他呢身材大家都知道嘛很火辣 那最近呢 郭書瑤瑤瑤他跟英生好朋友呢到韓國旅遊 不過呢兩個人在韓國當地餐廳吃飯的時候呢 他的裝扮實在是太過火辣了 就讓英生當場傻眼還幫他遮擋住他胸前的這一片 雪白的春光 而他大尺度穿搭也引起了網友討論 郭書瑤和英生人在韓國旅遊 兩個人到當地餐廳吃湯飯 而當時瑤瑤身穿咖啡色低胸小可愛 疑似是吃鍋吃到太熱了 他一度舉起雙手把頭髮綁起來 沒有想到好身材卻因為動作而更加引人注目 坐在對面的英生將這一幕拍下PO網 為了保護他的胸前春光 還後製畫上了牡羊座的符號來遮擋 笑愧說沒說我還以為你是牡羊座呢 事實上郭書瑤向來勇於 勇於秀出身材 先前他出席倫敦時裝周 身穿一件深藍色的晚禮服 只用三塊布遮住三點重點部位 露出大面積的性感上圍和腰間 卻出現正反兩派的評論 事後他發文寫下 時間有限只需繼續做自己喜歡的事 而在貼文曝光之後 不難讓外界聯想 這段話可能是在表達先前收到負面評論的真實行徑 有人只穿內衣 但是卻有網紅他是不穿內衣 YouTubernana Q他以自律極簡的原則走紅 那麼近日格外引起討論的是 他不只生活習慣秉持著極簡 他就連內衣都已經斷捨離長達了兩年 而且連他身邊的朋友也是到最近才發現 Nana Q身穿細肩帶碎花洋裝 他一現身朋友忍不住開口確認 他是否有貼胸貼 他才鬆口說自己每一天都這樣 已經兩年沒有穿內衣了 朋友都不敢置信的說真的看不出來 而他隨後也拉開了洋裝 讓另一組友人欣賞他的胸前唇光 再來看到的是喬光科大的餐飲管理系系主任王昭雄 他被指控只有國中的學歷 勉強因為專業資格而獲得了教職 但是校方卻用改聘的巧門 違規讓他直升上副教授系主任 而他的老婆陳曉倩 只因為是董事長夫人的表妹 就連證照都沒有就獲得了助理教授的職缺 甚至還當上了技能競賽中心的主任 而就對夫妻他們在學校非常的囂張 陳曉倩還公開說自己就是地下校長 而針對相關的爭議 喬光科大也作出回應 喬光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 是許多有著廚師夢的學生選擇走讀的地方 但近日竟傳出系主任根本只有國中畢業 態度還超囂張 他的妻子更是靠關係 直接當上該校的異級主管 還公開說自己是地下校長 根據《鏡周刊》報導 系主任王昭雄夫妻仗勢欺人 橫行霸道 讓其他老師看不下去出面控訴 講師A先生指出 國中畢業的王昭雄 只是開過日本料理店 喬光科大竟用改聘 讓他升等當副教授 還能當系主任 更威脅其他教師 你們的聘書都在我手上 在系上整肃一己 其妻陳小倩更是誇張 高職畢業的她 甚至沒有餐飲證照 唯一專長還是日料店老闆娘 卻能當助理教授 連兩個女兒也都被安排進 喬光科大任職 背後原因竟是靠關西 喬光科大董事長夫人張元 就是陳小倩的表姐 夫妻倆一個當餐飲系主任 一個當系辦公室主任 陳小倩還囂張表示 你們說我是地下校長 我還真的是 對此喬光科大回應 聘任王昭雄陳小倩夫妻均 符合規定經過審慎決議 至於兩位女兒 也都是經法定程序聘任 將焦點轉到韓國 韓國一名20歲的 正妹直播主趙瑞黎 她在IG上有15.8萬人追蹤 而她的直播平台上 也有百萬關注 沒有想到趙瑞黎最近 她就在她自己的IG上面 PO出了一段門前的監視器畫面 通常說自己遭到跟聰狂性侵 而且目前已經將監視器畫面 交給警方處理 綜合還沒報導 趙瑞黎18日在IG的 限時動態上PO出9秒的 門外監視器畫面 而畫面中顯示 有一名男子躲在趙瑞黎 住處的門外 但趙瑞黎將門打開之後 她立刻上前 將她推進屋內並壓制她 事後趙瑞黎在直播上 還原當時的情況 她說自己打開門時 對方就突然衝出來 反應過來要大喊救命的時候 就被對方捂住嘴巴 最後遭到推倒在地 之後她在屋內 經歷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這很難在Instagram上面說明 趙瑞黎說 她已經將監視器畫面交給警方了 而這段影片也被確認 並非捏造 並且已經列為證據 目前警方還沒有掌握襲擊者的身份 而報導指出 從2019年到2023年6月的5年當間 首爾已經發生了246起針對獨居女性的入室性犯罪 YouTuber滴能靈她時常PO出與生活相關的影片 而她日前到全台最有錢的YouTuber 也就是超哥新開的鐵板燒店來用餐 沒有想到卻突然被報警趕離 她只好拿著點好的食物站在店外 滴能靈昨天在IG上傳限時動態表示 她到中和品嘗超哥新開的鐵板燒 沒有想到吃到一半就被超哥請出來 只能拿著食物站在店門口 感嘆被超哥趕出來了 而滴能靈也在限時動態附上遠景 站在他們身後的照片表示警察一起吃 而網友上傳到PTT後也紛紛留言 警察是在保護你們 還好只是請出去不是請吃超派鐵拳 麥當勞近日與日本人氣動漫獵人展開全新的聯名合作 但是沒有想到卻因為贈送多位KOL全套的卡盒被沿上 而其中美妝網紅許悅 她過去曾被封為是景美女中的笑花而走紅 沒有想到她如今卻因為善笑動漫的角色 甚至還在開箱影片中語帶輕挑的寫到說她沒在看動漫 而遭到大批網友的抨擊 而對此她也緊急刪文並且發文道歉 許悅收到獵人全套的卡牌 開箱卻說沒在看動漫 還問誰是小潔嘲笑小潔長得像原子小金剛 將珍珠美人魚中的路雅與比斯吉進行不恰當的比對 遭到大批的動漫迷氣氛炮轟 她起初不認錯還挑釁笑回大家都好認真 最後卻悄悄刪文 而面對持續的輿論壓力 許悅終於在22日深夜發文道歉 在沒有做功課的狀況下做了不妥當的發言與回覆 雖然沒有看過獵人也不應該貶低或嘲笑別人的喜好 甚至覺得收到公關品理所當然 應該去理解並尊重每個人的興趣 謝謝大家給的建議與回覆 真的很對不起